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早晨各位 早晨Steven 今日大家可能关注国务院20条振兴消费政策 多一点 在内地方面的消息之前 隔夜美股方面的走势 市场因为知识倒挂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市场担心经济衰退 道指跌幅有0.4% 收报25777点 S&P500跌0.3% 报2869点 纳指跌0.1% 报7566点 正如我刚才跟大家说 我关注它是低走 当然都是跌 但是低走的情况是更加值得关注 你看回以道指为例 高开之后 曾经高位见过26,000楼上的 26054 结果都是出日子任足 而且成交又是这样去看 尝试分析成交 看看配不配合 观马大点 买盘大点 较早之前 上星期五的时候 一大支就是阴作 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当时是很大成交的 好了 然后反弹 反弹很多人就觉得 是不是可以放松一点 因为特朗普说 收到中国的电话 虽然隔夜外交部 又再进一步证实 就说 没有人打过给你 你听了什么电话 又这么说 反弹是细成交的 在这里看到的 灰色那里 好了 昨天又出了一支阴烛 两支阴烛 三天不是两天就阴烛了 成交大了 跌跌了 所以就好像想在下 试回那条200天线的位置 所以大致上 整篇500指数和纳智 走势都差不多 似乎 沽压是有在的 似乎 再加上我们平时都看到 聪明钱Smart Money 都有流出的迹象 看来 要关注 美股都有个下跌的危机 大家留意一下 因为当基本因素 不断恶化 知识方面 其实再一次解释 所谓知识到掛 就是短债的息率 原来更高 更高过长债 譬如最近 觉得进一步深化 就是两年期的债息 就高过十年期的债息 即是说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原来市场 对于短期的前景不明 比于是乎急急买债 买债令到价台高 息就压低 所以这个就反映了出来 所以大家留意 知识倒挂 上一步显示 一个衰退危机 是的 现在大家都说 全球 是不是都会有衰退危机 这个时候 中方就出招了 要振兴了 是的 国务院 昨晚提出了 提供内地商业消费 推出了二十条政策 提振消费信心 当中包括逐步放宽汽车限购令 加快连锁便利店发展等措施 国务院表示 受着国内外形势影响 现在的消费都面临樽颈 特别是一些传统企业创新转型 都有待加强 消费环境都需要改善 没错 刚才你说到汽车方面 所以稍后可以留意汽车板块的走势 是否真的可以跑出 轻轻说完还有另外几多环节 之后我们看看概念股份 加快发展农村的步伐 另外就是汽车消费方面 有机会局部取消限 还有一些智能商品已够换身 包括一些家电形式 车和家电 不要忘记今年年初已经提及过 夜间活动市场也要刺激 夜间活动市场 即是酒吧餐饮 酒吧未必 可能比较光明面 有提及便利店 以及一些夜间食堂 如是者 亦有成品油方面市场的准入扩大 类似这些行程 最显线的 散户朋友能够理解的 应该就是车和家电 是的 都说了很久 似乎汽车方面也算是有点实质 放宽限购的措施 今次终于有一个算是实质的措施 出来的时候 我最近都在想 为何一只隔壁昨天又能升 是否呢 TOPO升 这么神霸 竟然这么凌空 一直都是有些人会想骂 昨天已经升上12元 现在就继续有得高开 一些弱势的车股 弹得挺好 没错 是呀 它又突破了7月这个 算是一个箱底的颈线位置 就有12.6元 现时就正在这个位置 其实是12.5元 8元 12.6元 其实就是 如果看回RSI方面 它真的认真是弹得好 曾经连30都穿过这一浪 它现在竟然可以弹回RSI 65附近 算是一个挺好的弹幅 还有留意图表上 外面除了12.58元 可以做一个短线的目标位 现价就等于12.58元 另外留意7月份 7月初和7月底 两次都保留在50天线 即是画面上黑色的线 今天有机会重复突破了这条线 是不是可以多看两眼呢 看看会否突破到这个位置 现在正正在这个位置 你经常看吉利 不过我知道你不喜欢它 我不喜欢吉利就看它 至于车股 我推的也不妄多样 而且更厉害 吉利高开3.9% 881中升高开5.2% 一开就已经突破了前顶 又继续是历史顶位 这个前顶位是24.4毫半 前顶位置 对了 24.4毫半是上 前顶 对了前顶 我也太开心 开心 历史顶 有机会 都是的 潮注好的方向 因为它说了多头排列 所以这些线要晒元开 原来我自己差点miss了 还有一个顶位在较早之前 2018年 当时6月份的时候 原来曾经在6月12日开出28.4毫半 大家尽管看看 有没有那么好运 上到28.4毫半做目标 尽管大家留意着 不过就这样说 这些多头排列的股份 我觉得把握性是高很多的 吉利刚才那些 是叫做匹迪太来 或者叫做跌浪反弹 可能还未太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打得上去 两者选其一 可能大家不买 大家可能经常觉得便宜 为什么不买 我都会和大家说 当然中升会好一些 还有汽车制造公司 那些负存问题便严重 中升便是经销商 再说一只 容许我 也顺便说一只 有业绩 同时都是车行 即是又炒业绩 又炒车行政策 永达汽车 永达汽车3669 隔夜出了份业绩 本年顺利7.3亿人仔 按年升得很少 1.5% 不过营业额有286亿 是按年升了16.9% 如果您看这些数字 是可以的 还有大家知道 我经常说高端车 如果买得好 其实股价会强一点 宝马品牌 按年销售额 是增加了3.2% VOLVO 即是说富豪汽车 升了2.4% 似乎他们的业绩都可以 同时配合 今天就有车的政策 所以现时7.3毫半 升了4.1% 不过在股价图上 仍然是突破不了横行 好 看完汽车版费 我看到Karen想看家电股 追不追好呢 追的话有哪一款好呢 家电你会一想到哪一款呢 我一想到就想到751 就是仓位 其实我暂时看到几只 都是高开2-3%左右 但是仓位来说 比较弱势 这些图仍然像车股 好像跌到残的车股 又是否可以这样说呢 容许我笼统一点说一句 年初就已经知道 中央局内需 就是汽车和家电下乡 但是为何汽车和家电的图仍然相似呢 如果现在告诉你 二十大消费的提振 又是否可以当它留呢 其实都说了很久了 那时候又炒过一层 很快又炒完 又只剩下本身的行业 前景就比较差一点 只是差它才需要这样提振 没错 如果这样相对上 这些家电股弱势就没有那么值得追 反而那些汽车经销商就好一点 汽车经销一只半只 譬如好像1070 TCL电子 其实都是一只比较多人留意的家电股份 今天出业职未出 今天都开3点出了 百分点 但是图仰一样都是差的 所以概括一些说句 我觉得你又不要以为 今次一定好试 一定很厉害 年头说到现在都不厉害 那为何这次说你要这么认真呢 我觉得大家审慎少少 当然破顶多头的灵界 只是玩图都赢钱 不关乎政策事 但是纯顺政策 而买些弱势股是有点稳定的 我见到Kiki就说 刚才有看过881 可不可以买呢 881 买特胖 你买吧 不过之前有一支音竹仔 那些位置就做一个小小的 就要小心 24.3 现在暂时高开5 刚刚的音 暂时只剩下2升幅 暂时再看一会 不认真 先去广告 现在暂时恒生指数 升123点 到25785 广告之后见 稍后见 有点稳定的消费政策 我都想提提大家的开市位 都要有个 例如抹击抹击抹击 开市其实是25767点 简单说高开103点 所以转头用这个水位 来定阴阳烛 暂时都可以高开高就近 至于其他现在成交额榜上的一些 个股 那些升幅还能顶不顶得到呢 我见到中升就变了一点 刚才曾经高开5% 25.3%开出 现在24.3%都快来 24.45% 只是升得1.6% 现在就现阴阻 顺便看看3669、永达 刚才说到永达汽车都叫高开 也有3% 又是缩一点 4.3% 上成交额榜的两只大车股 175吉里都在升近4% 1211比亚迪 都在维持着 都收窄了一点 就在升2.9% 所以如有留言 问哪只最好不好 哪只怎样买 你记住 我们似乎都抱着 审慎一点的看法 既然过往年头 吹到现在都吹不起 就先相信两成 有货本身就保持着 Jason就说 问问763是否买 出了一个厉害的业绩 现时就升了4% 都很近的 开始位置 现价就报20.5% 业绩方面 上半年收入增长13% 至446亿人民币 期内盈利增加了1.18倍 就是14.7亿 上半年其实是亏78亿 每股的基本收益0.35 推连同期就是亏损1.87 即是亏换型 现在就继续又上升20元 今天就彈一下 但又容许我潑冷水 虽然股价也有反应 升4% 不要忘记 在中兴的历史事件里 就一直是有一个演变的 前年就一直很劳差 开始上年也是 贸易战困扰住了一年多了 一度被制裁停牌、伏牌 一直看到又说取回一些单 其实真正形亏转型 不只是今年上半年 其实上年的下半年 集团已经预示是可以转型的 因为除了扔低了10亿是罚款 另外4亿是Z 随时被人再罚款之外 其实他们的业务会避免了 所以你才看到股价曾经去到27元 已经知道了这个规矩型的情况 我会觉得这件事是很预期的 某程度上反映了 当然你说在收益方面 增长了倍数升幅 这些是没得估计的 因为究竟是最后来增长了多少倍 还是多少% 这些就没得估计 但情况就是说 规矩型是有得估计的 所以我又是要审慎一点 暂时看到股价上 其实是高开低走 开是20.9元 现在是20.5元 一来升不穿 较早上星期的顶位 21元 二来就是不惊喜 我觉得不惊喜 可能我一早觉得 上年下半年已经说了 说会成功的 如果真的看好 想追求起码也会 估计回21元 因为现在开在21元附近 都已经阴法下来 是的 所以自己小心一点 接着也看了11.7元 Jason也说 今天出业职 看来会上12元 没有货是否要追 但今天现在都在… 已经高开低走 是的 已经高开低走 而且看到升了一阵 昨天已经似乎慢一点 没有再阳烛地上 角度都慢 没有太斜 角度平了一点 如果画一条线 就暂时上升过来 已经变成这样 而且今天还要在高位 开始有阴烛 反而就不要买 有货 就短炒 想想是否要走 是的 如果短炒的话 我再试试 能否给大家一些启示 都可以的 试试 我就自己习惯 又看小时图 也看短炒的情况 较早之前 可能以较早这些位置 10.74元附近 又或者当这些位置 10.38元 我当时 尽量不要穿 又或者以这些位置 10.8元 简单说 10.8元这些位置 可以跟手下跌至10.4元附近 这些位置 你常常说很短炒 这一波这样升上来 大约由9元升上来 你就幻化在日线图上 日线图9元 就是这几天 如果这几天这样升上来 升得很快很过瘾的 最快就让我10.84元这些位置 你开始减减 现价是10.78元 所以现价追不太建议 没有追了 没错 是吧 好 接着我看到南方说 想看看7500 现在可否可以进入 看看恒指的走势 暂时升幅收窄了少少 今天升93点 不过似乎这两天 都在这些25,700的位置附近 就上上落落 又未见到一个向上或向下的突破 好像暂时还未有什么方向 在争持 是的 我都不是那么愿意 可以先保持 让它再有多一点明确的弱势 现在也算是弹一下弹一下 虽然我觉得 其实你进入了应该不会输钱 赚钱的机会较高 赢面是高的 不过如有更好就更好 找好点的位置 我不知道它会否会夹着你 所以就等有一些少少的阴烛出 现时其实不要忘记 现时虽然升幅稍微收窄了些 但都属于是一个保裂口的行程 因为就已经站稳 不是站稳的 暂时开了市这么短的时间 257楼上的位置暂时站到 所以有机会夹到你26,000都还可以 当然到时保裂了烈口之后 会否再跟手就急下跌下去 另计 我认为在担当时不要急 今晚暂时是先观望态度 刚才看到Anthony想问若鸣康德2359 但他流完烟之后就删除了 我认为他打烧了这个念头 因为见到出阴烛 他说原本是跟师傅买了 已经赚了就走了 需要买回 是想买回 看到今天高开 看到阴烛就可能打烧了这个念头 所以他就已经打烧了 你又敢说好像今天有阴烛 是 先看看 暂时这个阴烛的位置 就是在这个前面 8月22和23的高位 就是87.6附近 看看会否可以站得稳 是 我也会这样 暂时不要进去 先看看 如果连那个位置稍微塞一塞 我想我也会进一步进去 昨天减了一半 老实 看看要不要先吃 其实如果你现在看 你不会了解 为什么我昨天减了一半 因为这股股 在最后收市 在竞价的时候上去 所以你要看到阳烛 就是日中的时候 就是下过阴烛 是的 所以我会跟大家说 昨天不是阴烛 昨天收到很窄 差不多超长上影线 但问题在于 就是以图论途 我教大家 阳烛是不会减持的 我昨天减持是因为 它是着了身在尾后才上去 但如果现在又再阴烛 大家就自己想一下 近来 在高位开始出阴烛 当然了 多头排列中长线看好 这些走势是不会被破坏的 但你都知道 我由74.5%推到现在84.5% 再87.5% 今早开始90元 其实老实 短线over两成升幅了 90元可能都是不少投资者的一个目标价 看到沽盘涌现 逐步逐步来 虽然我说红底 但不会一口气 又这么说 顺便你都看下 侧边 1177中国生物制药 今天暂时跌1% 1093石药 现在跌2.3% 那是不是时候开始考虑一下那些东西呢 就不要说沽 我不是叫大家沽 但是是不是时候可以开始分阶段食呢 因为其实很和味 174.5%上来 现在87.5% 我自问在这么短时间里面 都算是交到功课 这只股份两成升幅 所以确实是不要在现在才追 有点水美 似乎大家的获利盘涌现 没错 接着再看Jason 就说968相 他就说 现在是不是徒生门开了要走呢 你回答他 不想说话 其实暂时都是这些位置 就上上落落 都算是横行 如果你 他真的写徒生门开了 是 快走 你快点走 他暂时就 别塞住 别阻挤我 大声完 其实就回到他这几天 最低是4.66左右 都继续打开了 所以都是 都是波幅迷太大 他真的这么惊青 还是想虐待我的眼球 我长期看他的问题 觉得眼睛很刺痛 因为经常都这么惊青 干什么呢 又升两格又说 涂心门大开 跌两格又说 哭 然后又说走不走 其实不用的 你看下图 打开图 都没有动过 来来去去 我几格 不用这么惊青 他想要大家关心一下 博同情 自己保持住 不要搞他 然后还有另一只好东西 Fionn就说 梦牛2319 是否业绩之前 会不会上到35 现价33.7 你以为是要人升两分 明天之内就较难 除非业绩 大口味 业绩是否有很大的刺激 暂时看前顶 是32.8 突破了气温之后 都继续上 已经走势很好 是的 继续就继续 不要问是否35 鬼之人 不用定住一个目标 如果业绩好 可能真的35 因为现在历史高 你说45 我都相信 如果真是好才说 所以我就会说 继续就继续 刚才说到 若股开始高位度 有些获利盘涌现 Javis就说 若板法是否有整股的感觉 资金去了汽车板块 刚才数了两只 177和109 数了一只最近瘋的 867康折 2.4%的阴热 有机的 吃吃糊 我有机 转头也想想吃糊 便告一段落 虞老实说 充了很快 是的 真的充得很急 是的 吃到差不多 接下来又换去其他地方 是的 好 刚才看了763中兴 又去到近收市 开市时的价钱 刚刚 现在 不过也有阴热 似乎打一打 刚刚看到它 去到20.9 好像很厉害 打一打 又下来喝足 所以暂时 未突破前面 我建议大家 不要太认真 是的 既然恒指的升幅 都收窄了 正在升40点 至25701点 所以 做淡也是先保持 暂时 未是很好的时候 太差 好 我们继续继续 跟大家看市 11点45分电 拜拜